同学们欢迎回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题了 两只兔子的重量等于六只小鸡的重量 三只小狗的重量相当于四只兔子的重量 问一只小狗的重量相当于多少只小鸡的重量呢 好了同学们 那么在这儿你会发现了 它所给的什么相当于什么指的是什么东西啊 比如说两只兔子的重量 相当于等于六只小鸡的重量 对不对 那么在这道题当中 我们所比较的是动物的重量 所以我们要带换的也是动物的重量 这一点同学们能明白了吗 嗯 好了那下面还是那句话 跟着佳佳老师试试 我们能不能自己把题目当中的条件给提炼出来呢 第一个条件 海海你来念一下是什么呀 嗯两只兔子的重量等于六只小鸡的重量 哎那也就是两个兔子 我就点写一下不写重量了 好吧这个笔啊真不给力 两个兔子的重量应该等于什么呀 六只小鸡的 六只小鸡的重量 接着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嗯 三只小狗的重量等于四只兔子的重量 好了三只小狗的重量等于四只兔子的重量 哦那最后问什么呀 嗯一只小狗的重量等于多少只小鸡的重量 哎问的是一只小狗的重量等于多少只小鸡的重量 对不对那同学们到这儿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道题里一共出现了几种动物呢 嗯三种 有小兔子 小兔子 有小鸡 还有小狗 那么在最后的问题当中 问的是一只小狗等于多少只小鸡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你需要把重量 有狗的重量带换到鸡的重量 但是你会发现谁就没了什么事了呢 嗯 诶那兔子就没了呀 是不是就没兔子什么事了 是的 但是同学们你要想一想 如果这道题从头到尾彻底就没兔子什么事 这题能做得了吗 肯定不能的 肯定不能的 对不对 因为没有告诉你小狗和小鸡之间重量的关系吧 所以这时候要想找到小狗和小鸡之间的重量关系 那么我们必须要借助一个中间桥梁 而这个中间桥梁就是 谁呢 小兔子 小兔子 好了 那下面我们就要来想一想了 一只小狗等于几只小鸡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在题目当中是不是告诉你了三只小狗等于四只兔子啊 是的 那同学们如果我能够知道三只小狗等于几只小鸡 那么一只小狗等于几只小鸡我能不能知道 但是这就要想了你要想在这把它换成等于几只小鸡那你得借助什么呢 那就是你的四只兔子得等于几只小鸡呢 想想题目当中还给了什么条件 有什么呢 两只兔子等于六只小鸡的重量 两只兔子是等于六只小鸡的 那么四只兔子呢 四只兔子八只 不对 十二只小鸡的重量 那怎么出来的十二只啊 你看两个兔子等于六只小鸡 四个兔子那就是两倍嘛 那就是换两次呗 对不对 是的 把两只兔子换六只小鸡 再把两只兔子换成六只小鸡 所以最后得到的 你的三只小鸡是不是顺利的就代换成了十二只小鸡啊 是的 那好了 这道题的答案就是十二吗 人家问一只小鸡的 不错哦 这点要表扬一下 同学们你看到了吗 这道题问的是一只小鸡能换成几只小鸡的重量 所以给的是三只小鸡等于十二只小鸡 那一只小鸡呢 这时候要做什么了呢 三只等于小狗十二只小鸡 要十二除以三 很好 是不是要把它分成三份啊 所以要做的是一个十二除以三 一只小狗就等于四只小鸡呢 而这个过程我们就通过了这个中间桥梁的兔子 把它给代换过来了 但是在代换过程当中啊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题目当中给的是两只兔子等于六只小鸡 但是在代换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碰到了四只兔子啊 我们要做一步 那就是要把这个东西 把两只兔子等于六只小鸡 给它换成四只兔子等于多少小鸡 必须是同样的东西才能进行代换 好了 我们来看看详细的解题内容吧 两只兔子是六只小鸡 所以四只兔子是十二只小鸡 四只兔子又等于三只小狗 所以三只小狗就是十二只小鸡了 那么一只小狗就是四只小鸡的正量 所以一只小狗的正量就等于四只小鸡的正量 在这道题当中啊 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能够代换过来 但需要你稍稍的做一些变化 记住那句话 在兑换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满足等量才能代换 那么一只小鸡就能够代换过来 就能够代换过来